两名男子沟通到一半 突然一名黄毅男子 拿着石心铝棒冲了过来 二话不说 朝穿背心的男子身上用力一敲 被旁边的人拉开 还继续要拿着铝棒做事殴打 这地点就在高雄殡葬处的火化场 公务人员被焚化炉的技工殴打 愤怒提告 石心的那个不许干棒 就朝他的左胸这样敲下去 去烟上来啊 去提告啊 挨打的殡葬处公务员 有人还原事发经过 15号早上 因为焚化炉的讯号异常 他要求停炉维修 遭到另一名技工 以为要全部停炉 双方因为误会引爆争执 结果打人的技工 才冲过来要帮同事出气 听说大家以前在那边就很嚣张了 应该认识 那个处长官咱们都不懂他们的 被打的公务员 执疑殡葬处 没有善加管理焚化炉的技工 针对纠纷技出的层储 也只是操操了事 针对动作的技工 第一个 我们会继过以上的处分 第二个我们会调理限制 殡葬处表示 未来会加强教育训练 不过这一回殡葬处的公务员 跟焚化炉的技工 因为沟通不良 遭到殴打 已经艳伤提告 希望未来工作焦急 双方能互相尊重 三连新闻连贯秩序 视频会删告什么道 好 好 好 Sans